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很认真的在教瑜伽 然后也有在继续的身心灵送播的部分 对 因为他就是他现在对于 我觉得不只是身心灵 好像身心灵啊 铜锣啊 就是你开始从声音疗愈方面非常的 好像找到你的那个 就是各种的乐器可能都慢慢的在收集当中 有铜锣 然后有送播 海浪谷这些 就是 而且已经开始在帮大家做团体的 就是送播的团体疗愈了 对 有开始陆续开课 对对对 他开始就是很 找到自己想要钻研的地方 没错 投入 当然瑜伽也是有 瑜伽也是有 只是就是就是都有一起 瑜伽会变成是一个媒介 让大家先靠过来了解一下 就是从身体的部分开始出发 然后因为每一堂课的最后 可能十分钟大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带入送播 让大家会先可以体验到送播是什么 不然可能直接讲概念会很模糊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其实在大休息的时候 其实大休息其实重点它真的不是休息啦 这个我们如果真的大家有去上 就是瑜伽课 老师如果有讲其实大休息 就是真正的大休息 其实是当你死掉的时候 那就是大休息 那我们今天不探讨这个 可是其实 但我们就一般我们常常会在大休息的时候 是一个身体能量很好恢复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带入送播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怎么讲辅助 对 然后加上一个体验 就是让他们可以感觉到 原来可以那么的放松 对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差别 因为像比如说 像就是杉杉 因为她有学灵气 然后可能像这次导致班也有去嘛 所以其实杉杉又不太 就是她对于能量的感知 或是能量的概念有 因为其实现在会 我们其实我在之前在别集也会讲说 其实你在使用一个工具 就看你的意图是什么 就会影响你带给个案 跟你做到的状态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把 宋波当成她只是一个 放松啊 然后听听音乐 那叫做音乐疗愈 那可能就是音乐的部分 那就听好听的音乐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能量疗愈 你对能量有概念 做的是能量疗愈 像比如说 杉杉在做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加入能量的灵气啊 对 我都会结合灵气 之类的 那所以你就会莫名的觉得 可能为什么在一样都是敲送波 为什么在杉杉 或者我们就是 这种状态好像会特别放松 或是特别的进入到某种状态 那是因为能量场在控制 或者是你不会不舒服 因为有的人弄完之后回去是会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别人吐出来的脏东西 直接跑到你身上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看你的部分 所以大概杉杉这部分 她会去了解的部分 她会去做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嘛 对 因为 就是我自己之前 就是我们有曾经录过一集 就是敏感体质 对对对 那我其实就是后来导师班之后 也感觉自己的能量场会比较稳固之外 就是后来加上灵气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中立的位置 不会带入太多的想法在里面 那会收到什么讯息 或是给予个案什么样子的疗效 就是真的是以灵气她自己作为主导 就不会有我个人的意念在里面 就是不会太过于打自己投入进去 对 然后就是因为有时候你想要做疗愈 但是如果你没有能量的支持 或是你没有中心核心的那个状态的话 你很容易把自己的状态都搭进去 这很多疗愈师会做的事情这样 就会到时候自己蛮耗损的 那这个是题外话 就是等于说现在她有在做 宋波的我可以讲疗愈的部分 这样就是对 所以这部分大家就是可以了解一下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要来讨论什么 就是其实是上次我们去导师班的时候 然后其实后来有发生一件事情 就蛮有趣的 其实是导师班后了 就是我们结束之后 结束了 然后我们大家就是留下来 就是那既然都到了泰国了嘛 然后就是大家留下来晚几天这样子 然后后续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就比较像是朋友之间旅行的状况 然后因为大家知道目前泰国在那个 就是大麻的部分 它还是合法化的 还是目前合法 可是他们其实年底就要取消了 要取消了 因为真的是太多去消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次就有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会限制说什么 反正大家朋友去玩 大家自己都知道这样 那有人就想说 try try看 然后他们就有人就自己去 try try看这样子 然后就出现了一些状况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因为我一开始才没怎样 因为我还是说我就自己跑出去吃饭 然后我干嘛 直接没在管 因为讲大家朋友自己自己去 大家照顾好自己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次就有 然后后来学生就有讲说 欸好像有人状态没有 那我后来才发现 才发现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堆掉就对啦 简单就是堆掉 可是我们本来以为 哦这种东西堆掉 我相信有的人都有这种经验 但是我说实在 我去泰国这么多次 我没有抽过 因为我没兴趣 我是真心没兴趣 我顶規就是买了那个便利汤袋 那个什么大麻饮料喝一下 我什么感觉没有这样 对然后就这样而已 因为我真的对这件事情完全没兴趣 OK好 然后呢 不过我想说人生嘛 你可以体验它 你们就去尝试这样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 抱着好玩的心情 抱着好玩的心情 对就是喝了一下这样子 然后喝了个酒 然后又一点点 他们好像没有很多 他们只一点点 一点点很少很少的量 其实量非常少 然后他们就试了之后 就发现整个人嗆掉 然后嗆掉之后 我本来想说 嗯哦哦就嗆掉 可是会怎样 可是后来发现 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就后续有一些状况 对因为那时候去 你已经陷在里面了 对我那时候已经陷在里面 然后我就想说 反正就是跑正常流程就好啦 然后嗆掉 要吐要闹就是闹完之后 因为之前有看过人家这样 对对 有遇过 我之前我这样讲 好像我朋友都很疯狂 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 嗯 朋友之间他们都很习惯 在使用这个大麻 所以就是有任何什么 就是状况 我就大概了解 但是在别的地方 不是在台湾 不是在台湾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们有什么状况 我都已经很习以为常 你看过了 对对 所以大概知道他可能过程 通常就是这样 就是他现在在哪一个stage这样 在哪一个层面了 然后下一步可能会去到哪里 然后只能要效过了就好了 对对 就是大概是这样 可是那一天好像蛮特别的 就是 就好像比较久 那一天真的时间拖很久欸 大概有三个钟头吧 应该有 应该有应该有 可是平常我看我朋友 他们最多就是 炉也是炉一个钟头 就会直接昏倒睡 对对对 那一天好像后来 因为我到的时候的状况是 因为其实有两个 两个朋友嘛 然后其中一个 比如我觉得这个 我就跟你讲身体大型 你身体真的很重要 你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或是有在运动的 像比如说有其中一个 运动的那个 或者在运动的那个 那个他就 完了之后 他就觉得他很想睡觉 他觉得不太行 他就有点晕了 他就回去睡觉 就没事了 因为他身体 所以我就讲身体能量够稳定 其实就比较好 另外一个可能他状态又这样 然后跟 当然有一些其他状况 然后反正后来 他就是开始一直闹 可是我们一开始 其实我说实话 一开始我也觉得还好 对 我一开始觉得其实也还好 他就是在那边嘻笑 那边大吼大叫这样而已 这样子会怕会吵到别人 可是我觉得后来就开始 有一点不对劲 就是后来他开始 大吼大叫的状况的时候 就是 就是 那个声音传出来 就是已经不太对劲的声音 对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在 跟后练其实不太一样 对对 就是后面的状况就是 就是他那个声音是 你知道他那时候 大吼叫一叫起来的时候 就是 我理智是在的 但是我身体不由之处 全身寒毛都竖起来 而且是鸡皮疙全身 我想说 这不对劲 这不是 一般我已经算很鈍的人了 连我都这样 就是想说 这不对劲 然后就开始觉得 嗯不太对 然后其他人就觉得 嗯好像也不太对劲 对 就开始觉得在他身体里面 那一个不是他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觉得 那刚刚这个时候 那时候有给灵气 有给什么 他稳定了下来 可是那时候整个感觉是 即使用灵气 或是用一些符号 把他拉下 把他能量稳定下来 可是因为药效的关系 能量对他 然后他的肉体的机能运作 所以变成说 压下来之后他又会跑出去 对 他本身的意识就已经 就不在自己的肉体里面 对就是你要把他带回来 可是因为他的药效在作用 所以肉体的作用的 因为他 因为药是直接作用在肉体上 所以只是我用能量去 拉他回来 可是肉体的作用一定会很强 他还是有跑出去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最想到的 一开始就想到的做法 就是既然这个药效只要过了 就好了 就是互助他 不要让他的身体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到时候 赶不走或干嘛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就去找护身符 给他带啊 或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 其实大概是 就是这个状况 然后就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 就是也是一样要过药效才回来 对 然后后续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过程中 为什么今天想要录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 他自己后来讲说 因为身体很不舒服 所以你自己的 他的意识就想要跑出去 就是有点像逃避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讲意识 其实讲就是你的灵魂 你的魂就想跑出去 魂就想跑出去 然后他一开始是自己跑出去 可是因为你知道 这就 然后后来就很有趣的事情 当他跑出去的时候呢 因为后来中途之后 我回去拿东西 我回去我房间拿东西 要来帮他弄 我就觉得 因为我在隔壁间 对 然后我在隔壁间我就发现 连我的房间就觉得 好像很多东西 就是很多 大家都来看热闹 就是他们全部聚过来 我想说 干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我妈这样话 就是 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才理解就是 大概猜测的感觉 就是说因为 今天当你 然后 因为后来他有讲了 他有讲他就说 因为他后来行 某个天在聊天 他就讲说 他那时候就是觉得 他自己在旁边看着 他就很不舒服 他就跑走了 那跑走之后呢 他只要一回到这个身影 他就开始 他好像一直重复演了很多的自己 不是自己 就是他感觉到每一个 就一个段落 然后很痛苦 很不舒服 很紧绷 不是很不舒服 很痛苦 很 暈还是什么的 就是很多的情绪 而且每次都是一个结束 就是说 他好像活了好多事 所以很有可能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那些 我们之前讲过 那些如果那些东西 那些好兄弟或什么之类 过来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想要你的身体 因为他们怀念有身体 然后他们可能 因为执着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会一直重复 他们之前的那个状态跟情绪 所以当他进到你的身体的时候 他就会让你带你去体验一次 他那时候最后的时候 所以可能是他最后死的那一刻 的状态就是那样 所以他等于是他 在过别人的 过了别人的很多事 对 所以他就过了很多事 所以他说每次 可是他说每次都是一个结束 每次都是一个结束 好多好多结束 就想 哇靠他一次就是 体验到了这么多人的不舒服 跟这么多 对 好兄弟的状况 这样子 所以他就一直在演这个 可是后来当他慢慢的 想要回来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 其实因为药效还在那个状态中 所以他有点回不来 他有点会被擠出去 他跟人家在抢身体 他那时候就这样 他在跟人家抢身体 抢抢抢抢抢抢抢 所以我就觉得 嗯 所以这个这个状态就是 就是我也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 就发现了几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就是 如果当你使用 不要讲说所谓的娱乐性 因为很多人讲说 啊那个娱乐性药物没有关系 那个都是被污名化什么 有些的确是这样 像有些东西 像我们讲说有些东西 他会让你上瘾 但是他又是合法的 例如是什么 炎跟酒 这样是合法 可是他就会让你上瘾 而且没什么 好 然后当然很多人想说 我就喜欢抽 那你喜欢抽出你的圣诞 但是他就是会上瘾 但是有些 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 它是影响你的生理的机制 会 甚至是脑袋 而且你会发现 长期使用这些人 他一定脑袋思考非常奇怪 就是很飘 很飘 因为他就是飘出去啊 对 他就是飘出去 所以他很难再回来 就是像比如说 我们不要讲 像我们在练萨满的时候 我不是说不要练太多 对 我们没有用药 我们只是用声音 这样让自己出去喔 你都会变飘了 你看你自己是把你自己强迫 对那 强迫飘出去 那我们不讲娱乐药 我们光讲安眠药 就会了 常用安眠药 是不是整个人就会很荒神啊 然后注意力不集中 这很正常 对 所以光安眠药都会 何况你是这种所谓的娱乐性 娱乐性 娱乐性 娱乐性要一点都不娱乐好不好 你可能会招很多音喔 然后当你扯在那种状态 你就想像是 我那种感觉就是 你变成一个真空状态 就是今天有一个真空状态在那边 然后这些东西 就會被你吸引过来 对 就是被那个能量直接带过来 对 因为就是呈现一个空洞的状态 对 然后他们就被拉过来 所以全部都聚过来 然后就唉就看谁先谁后 谁先谁后嘛 所以 好笑 對 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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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來 我先來 然後晚了之外 你就自己在旁邊只能在那邊看著 然後你又進不去這樣子 就等著等著 要笑過你才搶得過他這樣 所以就是 大家真的不要覺得這件事很好玩 所以這個也是我後來 經過這次的經驗 所以後來當然最後我們的做法就是什麼 就是我就是護身符 最後的護身符給他帶上去 對 然後下結界 然後讓空間穩定一點 然後不要讓東西再那麼多跑進來 讓他慢慢穩定 就慢慢就好了 可是就是 然後講到這個就是我來講的 就是你一直用這個東西 第一個他會吸過來 那吸過來這件事情呢 我剛剛不是又該跟那個珊珊在討論這件事情嗎 呃 所以為什麼 我這是另外兩回事 有一些夜店啊 有一些以前啊 或是什麼 就是有一些夜店 有的人他們要是一直都在用這些東西 那個夜店的能量產一定很差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通常 就是很久我以前有聽說 因為以前呢 據說有一些 就是他們都會偷用的那種夜店啊 然後看得到的人都說 就是天花板上面都會黏了很多東西在上面 對不對 就是 然後他們黏在上面不一定是鬼哦 我跟你講 大家不要以為 低頻的能量只有鬼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些金怪 或是石金的一些東西 金器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會在上面 因為當你很混沌的時候 你能量層是打開的 因為你是飄出去的 所以我們講的 我們的能量防護罩必須是完整的 他們才進步還不會影響你 但你這樣說你整個是大開放 大開放 它不上你身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它吸你的元氣 所以它就會在天花板上吸 因為那麼多可以吸 它一定會 他想說吃到飽 吃到飽 吃到飽 所以如果用東西越多的 用這些東西課藥越多的地方的那些的 夜店或那些的夜間場所 越多這些金怪 然後你的能量產怎麼越被吸 第一個你熬夜 第二個你東西能量被吸 所以你的能量狀態越來越差 那你的生活運勢也會越來越差 這是正常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剛討論到說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用這些東西很久了 他們的能量狀態或運勢一定會越來越差 對 他們可能因為也是 他們意識一直不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所以會感覺不知道 更迷惘 會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然後有時候 就容易做錯決定 因為腦袋不清楚 這是一種 好 第二個我們以能量程式上來講 來 這些能量頻率 就比如說它因為在不舒服的狀態 或是因為貪婪 因為什麼樣的狀態去過世了 或是說它因為這種貪婪或什麼樣的狀態 去形成了一種金 或是這種金的族群 它有一些小偶狀態想要取得 這種狀態是低頻 對吧 對 好 我們今天在 實行靈氣 我們今天在做任何的東西 就是讓我們的狀態變得越來越高頻 你越來越高頻的能量狀態越好 你就會吸引來更好的東西 這我們都知道 這就是吸引你法則 一般能量狀態提高 你就會吸引來好的頻率 好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要保持正向思考 為什麼要充滿愛 充滿什麼這些東西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今天 我之前不是在別人講的 你跟人家接觸了 不是你跟人家約個砲了幹嘛 其實都會 都會 都會有能量沾染 它今天直接上你生了 你覺得真的不會有能量沾染嗎 一定會嘛 然後那麼多人一直上你生 你覺得不會有能量沾染 一定會嘛 一定有啊 你就一直在讓這些低頻的能量 累積在你身體 你的能量狀態怎麼會高 理解了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垃圾一直放在身上 對 然後你都還來不及清掉 你又來新的 那就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能 就是你能量狀態跟你的運勢 絕對不會好 沒錯 你跟我說哪一個 用這個東西 用了之後運勢越來越好 不可能 到最後一定是有狀況 真的 所以 這件事情大家要思考一下 娛樂真的沒這麼娛樂 你如果要嘗試一下一次 我覺得可以 對 合法範圍內 對 比如說你去國外用一次 是合法的情況下 你使用一些些 可能嘗試一下 知道是什麼狀況 那就好了 不要沉迷 真的 對對 真的是不要沉迷 它真的不是 不是單純想說 它又不會怎樣 其實就是會怎樣 嗯 就是因為你不夠了解這些事情 那我們今天就從我們 這個經驗上面看來就是 就是會 它就是會 它就會吸一堆東西 如果你就是很喜歡體驗到 就是想被卡贏的話 就可以試試看了 也是啦 所以大概就是 那我覺得這次我也學習到一些事情 因為個人我是比較 不行 可是我覺得我就一直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我個人都一直覺得 我就不是 不是那種什麼 走這一掛的啊 就是跟零怎樣之類 可是我發現我就是會容易遇到這種事情 越逃避會越遇到嗎 就是 就是我不想去談論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發現我必須得談論 所以你看我們在那個導師班 我就講比較多 或者在高階我就講比較多 就是大家還是得知道說 你自己還是 那其實平常就是 把自己人 其實最簡單我們講 那要怎麼樣幫助自己 接下來你看接下來的那個 吉祥月又要到了嘛 對不對 其實他們本來就都在 只是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特別喜歡找他們 把他們都找出來 要請他們吃飯 又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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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他們就 就比較容易被看見這樣子 他們就變成是主角 因為大家一直在 說 那個是 要搭拜拜啊 要幹嘛 對對對 反而就是大家的注意力 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會看到了更多 對 而且你又舉辦這些東西 來引他們來 所以其實就會這樣 那有關這個 我們其實之前在別集有講過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翻翻看 那反正 所以就是快好了 那不會要幫助自己 第一個 但是最簡單就是 你看我講不是這樣一個重點嗎 請好好的運動 好好的生活 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 我從頭到尾就是講這件事情 你身體狀況不好 能量絕對不好 真的 就是吃好 睡好 對 什麼都還好 對 你的陽氣夠足 你的能量狀態夠好 他們絕對影響不了你 進不了你的身 所以通常會 會沾染到會怎樣 都是病炎炎的那一種 就是零待遇型的啊 可能他們想要被保護 或者是不管男女都會啦 就是可能會有一個 想要被注意的方向 所以他們就可能會有一個 讓人家看到他比較弱勢的那一面 所以他就會 這種會通常就會比較容易被卡到 對 就是他比較弱 因為他比較弱的話 這樣他也沒有能力去防護這些東西 他也沒有辦法說不要 或幹嘛 他的抗拒性也比較弱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部分 另外當然就是把身體顧好 這個就是最簡單 那當然我們其他有可能能量狀態的部分 注意的能量的清潔 或是什麼之類 該什麼之類 這個就是題外話了 OK 好 所以大概今天簡單講就是這樣 對 就是能量長 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那些東西絕對不會你想的這麼簡單 可是其實也要澄清一下 就是他們也沒有什麼惡意啦 就是如果 對他們沒有惡意 他們只是也是路過 然後不小心 或者是說就是忽然就是 欸那邊怎麼有一個吸引的能量來了 就被吸過來了 因為就像我說 它呈現一個真空狀態 對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就像是我們電水會從低處流 然後今天這個地方本來有東西 現在沒東西 就有一個空位了 他們當然就流過 然後去體驗一下這個感覺 所以前提是 也是你把那個位置空出來 對 還是要澄清一下 因為大家害怕 對 他們其實通常沒有什麼太大的惡意 對 通常不太會有什麼太大的惡意這樣 因為他們也就是這樣而已 只是說如果你不希望 對 anyway 大概是這樣 那 所以這個有些我們再去探討有關 置換藥物的事情 我們再講一些其他部分這樣 所以就是把自己顧好 然後不要 就是 嘗試可以 但是不要太那個 不要以為真的什麼事都沒有這樣 對 不要以為自己 頭好壯壯 對 OK 好 那就今天就是這樣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對於節目內容 神心靈療癒 想了解更多 歡迎到臉書粉絲頁 西河木音神心靈療癒工作室 與我們聯繫 節目資訊欄有相關連結 謝謝你的收聽 拜拜 臉書粉絲頓 家風絲頓 臉書粉絲頓